我们今天到了无锡 下午有点空就来博物馆参观一下 我们每到一个城市 其实最主要去的地方就是博物馆 图书馆 古玩市场 所有的简陋的知识 其实都是来源于日常的这种学习中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 值得眼前一亮的商品 前面这些都是一些 新时期时代文化期的这种史前淘气 和上周时期的艺文淘 这些东西我在我们的直播里面 都给大家其实多讲解 也给大家分享放漏过 当然都是东周的春秋时期的 这种英文淘比较多一点 这几个都是 有波浪文 有这种方格文 茴汶文各种 它就比较典型的文饰 这里有个胡人的 和动物俑的一个笔擦 非常有特点 这形的是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风格 北方那种文化融合 医域风格非常典型的一个这种器物 有一个腕子纹的宋代试习惯 这种试习惯在宋代很多是作为酒器使用 放大一点 看清楚这个佛教的一个腕子吧 就是这么一个符号 还是非常少见的 商品就是因为它的特殊性才变得有趣和珍贵 我们看一下这老的 这里有一个清代的邵大亨的 有一把火 这也漂亮 还有一个在这里 这也是一把清代的玉林款的纸纱 瘦桃虎 就这样子 紫砂虎是一个非常强调造型艺术的一个作品 在我们很多房品 它其实总归在很多细节方面是不能把握那么好的 如果那么轻易就被后来模仿 也就不成为当时所谓的大师了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东西 这还是很难把握那么精准的 看是一样 其实不一样 功夫全在门道内 无惜这个展厅它不是以瓷器为主 所以没有那么多瓷器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点亮点 比如在这个地方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 南宋的一个刮冷柱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作品在进的镇都是很少见的 有盖的 上面是一个雕塑小狗 造型特别好看 给它拍一拍 做个记录 学习 宋代茶器文化特别的兴盛 那么这种一云而生这种茶器 包括各种盏 壶 水柱 包括碟子 盏托 都是一类的 我们在这里面发现几个瓷器 很难得 每个厅里面找那么一两件 这是一个康熙的青花人物的一个大笔筒 其实很多朋友都让我帮他找这种康熙的笔筒 我们看一下细部 方线比较暗 说实在话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总体还是比较开门的器物 看到食物 我们大体上是有分寸的 不会说乱说 如果是一个开门的 一个其实到位的器物 我们不会说它权疑 这个我大概看一下里面 里面一些细节 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 再拍一下 然后这右边还有一个大的八卦从事的一个瓶 这个有点是粉青柚的感觉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少见的 这个高度特别高 而且柚水也特别好 尺寸特别巨大 但是它你看到没有 它也是有大冲 所以底下都有大的冲性 所以越是博物馆的东西 越是精品的东西 越是拍卖会的东西 越是重器 就越不可能说 如你想象那么完美 大家平时所追逐的产品 一定要全品 一定要一点瑕疵都没有 那只是你梦想中的一个状态 其实只要是宝贝的东西 它的稀缺度 它的质量 值得收藏 这些小瑕疵完全不算什么 你还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 尹天佑的一个后形比较的水柱 带着引擎柱 造型也是非常特殊 这个在标的上面有点小错误 这个可能也不是很专业吧 标的 各式的这种陶仁勇和镇木勇 这种东西其实在唐代 包括其实在宋早期 都特别之流行 作为陪葬之用 而且基本上都是雕塑的品种 形象特别的生动 而且造型特别有想象力 让人震撼 这才是艺术的美感和魅力 能够冲击到你 让你完全想象不到 原来陶瓷还可以这么去做 这么富于表现力 而不是一味地去模仿 一味地去只是说 去迎合世俗的这种 人们的一个审美 它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表达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 玩陶瓷选择产品 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的一个追求 能够看懂艺术品 所有表达的内容 和作者的声音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